好 這樣我們觀角的 今天來跟大家介紹的是在公園長見的外來種 加巴哥還有法里巴哥 以及在台灣的二級類保育動物 段巴哥 他們經常訓練在公園的草地上 因為他們都長得很像 其實大家都叫他們 巴哥 雖然他們都是巴哥 所前面第一個字的都是 但是他們的總是不一樣的喔 現在加巴哥的狗角名是 Tritus 法里巴哥是 Javadicus 這個段巴哥呢 是Crisathus 好 跟他介紹完外來種 加巴哥 法里巴哥 還有台灣二級類保育動物的 冠巴哥的選民之後呢 讓我們來補充點小知識啦 加巴哥和法里巴哥呢 他們都屬於台灣的荷材物種 根據中華黨會的資料 台灣至少幾乎到加巴哥的時間呢 是在1968年 而法里巴哥是在1978年 然後到了1980年 加巴哥和法里巴哥 作為蜘蛛鳥大量引渡台灣 在2002以前已經分不在全台灣 那造成台灣的農作物損失 這兩種的競爭資源 還有觀看的影響 現在彰化大廢層的巨遊牧場 就有外野種巴哥 露氣他們的土耳造成上千塊的診施 所以里路加巴哥和八野巴哥呢 對台灣來講的影響非常大的 它是在嘉慶的富貫南越的中庭 有湖形牆變成為加巴哥他們的寄居住所 裡面在比较還有排斥 那造成建築物的溫感 所以外野種巴哥會移成到台灣的 農作物還有居住環境 好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這個圖呢 是加巴哥在伊布的分布 變遷的比较圖圖 我們可以發現在2003年到2012年之間 他們的分布的範圍較少 但是到2013到2022年 如果的範圍能擴大 連台灣本島屬山區之外 馬祖、澎湖等低島人 都有出現到加巴哥的衝擊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加巴哥他們的快速有擴大 而山湖呢 是巴米巴哥在伊布的分布 變遷增圖圖 我們可以發現 在2002以前 全島還有澎湖呢 都有分布 但是到2003呢 幾乎廣告到整個低島地區 加上外島、南嶼 連江都有發現到 然後到了2013年 台灣本島還有周圍 整個都管管根部 只剩下山區的少數地方 沒有發現到巴伊巴哥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外有的加巴哥 還有巴伊巴哥 他們的負展速度非常的快 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加巴哥、巴伊巴哥 還有唐冠巴哥 在台灣所在的比例 從我們的島地 1164級 可以看到許富有教授通知的圓品圖 可以發現 現在的巴伊巴哥 數字上最多 占巴哥全部的62% 加巴哥占全部的31% 而台灣21保育隊的 台灣扣巴哥 確實占5% 我們剛抓到外種 加巴哥還有拜巴哥 他們數字上決定上升 那已經引起到台灣的果農 還有鳥類了 那些到底有哪些取決方式呢 在野生動物保護法 第21章規定 如果農民作物 家庭和家序 遭受到野生動物危害的話 農民可以自行移除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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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這些動物除外 那他就會講 我們要怎麼移除呢 像基地大學生態農民學系的 治療教授 陳德勢說 我們可以用偽網的方式 將停息地點封閉 或是架設表性質的堅持 來阻止巴哥 再上去停息 然後 農業局又數到 如果想去除外種巴哥的話 可以通過修繩的數目 真正不良的數種 改變叫低癌的數目 噴灑水溶氣 防腦的紀律器 還有宣導 餵食野外奶奶的方式 來改變氣息環境 減少巴哥的規矩 專業大學生物資源系 許副成副教授說 精彩區防刺 輕組 鳥巢 封住 耗製 恐洞 或是變更設計 然後壓縮他們的繁殖空間 然後不要偷風 也不要流動 來繁殖 巴給他們的繁殖 我覺得政府和正在的方法呢 雖然可以讓 加巴哥還有外國 他們的數量減少 但是卻不能解決 巴哥對台灣的影響 所以我認為解決方式 應該是 讓大家不要有放養 或是有飢養的習慣 然後透過宣傳的方式呢 讓大家了解 加巴哥還有外國 對台灣的危害 還有一種方式 希望政府可以 訂定法律還有政策 來限制或是管理 外國的引租或擴散 都不要禁止 思想或是銷售物種 來防止外國的增加 那一個呢 就是我覺得可以減少外人 加巴哥還有外發哥的方法 那下一集呢 歡迎跟大家介紹 加巴哥 外發哥 還有光發哥的特徵差異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繼續看下去喔 謝謝大家 那如果我對這支影片有興趣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還可以小鈴鐺喔 如果你身邊的人 不知道這三種講的話 記得分享出去給他們看 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內容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